保安去挪了那个快递电门车 把我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尾箱门 还有一个大灯全部撞碎了 我们的员工已经赔了一千块钱了 员工也离职了说不做了 什么原因不做了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张先生在附近办事 就将自己的车停在了财富大厦的楼下 等办完事准备开车离开时 自己的车前面停了一辆快递车 阻挡了张先生出去 张先生只得向保安寻求了帮助 希望保安能帮忙把车挪开 而保安不但没有把车挪开 反而直接驾驶 快递车撞上了张先生的车尾 保安去挪了那个快递电门车 然后到车出去 对到车出去 然后那么他一下子就是 有可能按了什么开关之后 车子就撞到我的车了 把我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尾箱门 还有一个大灯全部撞碎了 张先生认为是保安操作不当 导致的撞车事件 甚至还提供了监控视频 给工作人员观看 视频中保安从三轮车的左手边 走到了右面 由于遮挡 只能看见保安的手 碰了三轮车的把手一下 三轮车就突然撞向了张先生的车 是张先生认定是保安操作不当的原因 张先生也咨询了4S店 维修费大概需要4300元 派地方谈过了 那么他愿意承担三分之一 还有保安 1300块钱 然后保安也谈过了 因为当时调解的时候 保安愿意承担1000 电门三轮车停在那里 他在动人家车子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 还是车子本身的原因 向前走的时候碰到了人家的车子 如今剩下的2000元赔偿迟迟难以敲定 保安在赔偿1000元以后 甚至因为这事直接离职了 现场多次拨通保安的电话 也无人接听 手机张先生表示车 是停在大厦楼下 如今保安联系不上了 那么物业就应该对 剩下的2000元维修费负责 2000来块钱就是物业公司 这边就是说 他不来承担这个东西 他一直就是说 这是保安的个人行为 我刚才看你那个画面里面 你也不是停在车位上 是停在路边的 对对对对 因为早上没有车位嘛 早上停车没有车位 然后保安指挥我们停到那边去 对于张先生的说法 物业认为 这只是保安的个人行为 但因为保安现在联系不上了 物业这边 也愿意给公司再请示一下 看能否帮张先生解决这件事 最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 张先生是和物业达成了和解 有网友表示 保安也是好心挪车 张先生要求保安赔偿3300元 确实有点多了 还有网友表示 张先生明明可以走车险的 不应该去为难帮忙挪车的保安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还希望长按三秒点赞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